假如说,医生跟你说你只剩下两三天的寿命 你要待在家里吗?还是你要送院? 送院比较好吧 因为我家里都没有人嘛 OK,没有人雇 对 OK,明白 送院的话,护士他们可以帮忙雇你 一般只剩下两三天 一般只剩下两三天 也是一个人吗? 还没有死,就不是尸体吗? 这是我的房间 睡眠中心说我自息的度数很高 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需要带一个帮助呼吸 不然就很容易会自息 早安 早安 你还好吗? 老样子 对于我们工作的患者 我认为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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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特地感惊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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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令他很困難 我感到驚訝 因為在60年人們是人們的工作人員 看著新的生活方式 他們有新的想法 他們有新的想法 有更多人不結婚 沒有婚禮 我們現在看到更多症患 病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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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可能是我们生活的生活,我们的财势,我们的财势,我们的力量不断,我们的食材不断,我们的不断,我们的不断,我们的不断。 之前有做保安 没有用啦 现在不做 也是年来生都要还给他的 我现在是想问你 像关于这件事情 像插管啊 CPR的东西 看你的决定如何 肯定的 让我帮我做CPR 有的救当然是救 明白 这边有一个部分是说 proceed with CPR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CPR 不要勾错 不要勾错 你勾错啊 那时候我很假辣的 哈哈哈 你认为有哪个人 希望他死亡的事情 我能够谈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坦白讲 在照片里面就是我的前妻啦 我的儿子啦 还有我两个女儿啦 我一直... 蛮大楼啦 三十多二十四楼都到了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干扰他们 甚至他们搬家 他们搬到哪一堆屋子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我不会去主动去找他们的人 我可能很孤僻 我宁愿选择不要跟他们联系 你就想设想一下 你自己死的时候 死到人家也不知道 你喜欢你死到烂到乱七八糟了 政府一怪一怪的跟你给 所以我们有一个人帮你做事 然后是我们拿你不开心 真的 这样我死也死的 大大方方也没有什么后顾自由嘛 对对 病人是非随着病人 病人一直都受伤着 病人 因为在每个人都得虚实 病人 这个病人 数据患 病人 都得虚実 有良心 病人 无法描述 病人 我们就自我 广床 我会不会选独居呢 我是不可能选独居的 当我独居我就不关门了 因为我一个人在发生什么事在里面 我跌倒也好 人家走龙来也看到 所以总之我发臭的激励非常低 一种有趣的发现是 除了三十七个人在2023年 二十九个人这些人 被认为一个人 即是被认为一个邓人 被认为有家人找到他们 被认为朋友 甚至被认为优务社交易产业 所以怎么会是他们死亡 而没有人发现它 直到更多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邻里有些保留的保留 不想要进入生活人物的其他人 而是被视为一个人的困难 我们必须要继续社区 所以是每个人的财力 都要看待相关的 我们已经在这些地方 我已经在这些全国家园 在这些分享中 我们打算照顾65个人 那些人住在房间房间 一室二室 这张照片是总共帮我们拍的 他是主要是将来放在肉里头的 就我们死了 这个是我们做AMS member的 something like certificate这样 这是我是他的member 将来我们死他就凭做智障 来收我们的尸体 这个不够 Messon的身体状况还好吗 不好啦 好看不好用 OK你们现在一个人 独居住在自己的主屋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你不要管外面的事啦 因为没钱不能管啦 给博物不要做 因为我已经跟你安排了嘛 给我们免费的service嘛 烧掉丢掉这样 没有丢掉吧 就是我们的后事就是我们会受到体火化跟胺脏啦 对 我们是众红的职员跟义工来送你最后一层 你现在没病没痛会去更好的地方 今天和您的骨灰再去安排海藏你说要的自由啊 那没问题 我们是众红的职员跟乌工来送我去烧也好 OK 我要做一些东西要回报嘛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可以去送人就送人这样了 刚才他被推进那个火炉的那一段路 是他在人生中最后的路程 所以我们假如激动 他也会激动 这个是同理性 所以我一般上送这些啊 我都是很平静地送他 我叫他走好 我现在我的那个甲状腺啊 也有肿瘤了 甲状腺的肿瘤啊 他会突然的变成恶性 那三个月之内叫做 我个人对死亡来讲是一点都不怕 去那个火葬场送这些人 我们是以一个心去做 好好的把他送走 不要让人家当作是老板这样对待 OK 所以我们的老人家激光啦 有时候拿香啦 我们送他走 跟他讲一路走好这样 总有一点是轮到我的 我要被这样推进去 我们的老人家激光